这珠海航展结束了 印度呢却开始糟心了 我注意了一下他们有关珠海航展的各种讨论啊 其中很大一部分 就是关于我们这次新推出来的VT5U无人坦克 他也别说 他们还挺认真的啊进行了一番分析 然后呢就有点忧心忡忡了 欢迎来到张宾观察 我是张宾 要说起来这个印度一直对咱们中国的各种坦克 是非常的关心 那么这也不奇怪吧 他们周边随处都可以看见我们中国的各种坦克 而这一次呢 他们对中国的无人坦克感到担心 咱们这次展出的VT5U啊 就是VT5轻型坦克家族的最新型号 这个U啊就是无人的意思嘛 这就意味着在高危的战况之下呢 车组成员啊 他在必要的时候 他可以下车远程操控这个坦克作战 让陆战之王的坦克变成这个武装到牙齿的无人作战车辆 这就意味着战术它很有可能啊 会发生很大的改变 以前有些不能去干的事情 你比如说有成员 有些危险你要充分的考虑到 现在呢 咱可以放开手脚去干 这就很可能啊 大幅度的提高作战的效能 相当于给坦克装了一个战力放大器 要说起VT5U啊 它不只是无人化那么简单 更重要的是呢 它还配数了一个金雕5A四旋翼车载轻型无人机 这就大大提升了坦克的战场感知能力 你知道这个坦克呀 我们听起来挺厉害 其实呢 坦克对战场周边的这个感知能力是很弱的 你看这是在俄乌冲突之中 很多啊 这个坦克装甲车被干掉 其实就是对外界的对周边的这个环境发生了什么事情感知不到 如果你配数这么一个无人机车载的无人机 可以在更远的距离内呢 看清地方的事态 锁定需要大级的目标 远距离去把敌人干掉 同时呢 也可以大幅度提升自己的生存能力啊 自己的生存能力提高了 那不等于战损减少吗 战损减少 你反过来 它不就等于整体这个能力的这个增加了吗 我还没有具体了解到咱们这个金雕5A 是怎么和坦克的这个信息指挥系统进行交连的 它是简单的提供信息呢 还是说能进行一下智能的筛选和整合呢 因为这个对车长的信息接收强度啊 是有很大影响的 不过呢 既然说能够作为商业化的推出这个技术 那这方面应该做了比较实用的整合 我注意看了一下印度的有些分析啊 其实还是挺到点子上的 你就比如说有这么两条啊 第一 印度认为啊 说看样子VT5U的无人技术啊 是可以应用到其他的坦克型号上 这说明中国的技术跌代和应用速度非常的快啊 印度未来很可能要面对一种 有人和无人坦克协同作战的模式 目前印度对此是陌生的 还有一条分析就是呢 说这个无人机和坦克的结合 你看各国都在尝试 但是中国这么快就能转入到实战化的应用 不得不对中国的能力担心 你还别说 他们这种分析呢 还真的是挺客观的 你看这次航展上啊 有人问我说你看这次航展有什么体会啊 我说我第一点就是 陆中无人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一眼看过去啊 这个无人装备是一大堆 你看各种无人机啊 无人战车啊 无人武器站啊什么的啊 像无人机啊 这个各种无人机真是多的 你有说连这个型号一下子 还真说不太清楚 从已经实战化的到概念化的 这些无人的装备啊 真是太多了 而且呢 还正在往智能化的这个方向进行进化 那么这对未来技术及作战模式的预判 以及科研和工程能力啊 这才是我们中国军工的强大之处 其实呢 你要说VT5这种轻轻坦克 包括它现在改成了VT5U 你说它是多大的杀气吗 这也谈不上 但是印度对这么一种 中国某一种武器的担忧啊 它实质上是两国国力差距一个映射